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薇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每一刻都有新的故事在世界的舞台上上演 今天我们要聚焦的是一则足以改写未来国际格局的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集会后的系列表态 以及美国共和党大会的最新动向 他们共同勾勒出一副美国对华战略或将发生深刻转变的蓝服 上周末一场突如其来的未遂刺杀事件 让全球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身上 尽管这场风波迅速平息 但他似乎也在无形中为今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画下了一个预言之笔 在舆论的普遍预期中 特朗普的连任之路似乎已经铺就 无论是民主党推出的拜登还是其他候选人 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而随后美国共和党大会的召开 更是确认了特朗普将携手其最忠实的盟友 JD万斯共同角逐下一届美国总统与副总统的宝座 一直以来 特朗普政府都将对抗中国视为其外交政策的重重之重 此番连任在即 特朗普团队更是将这一立场推向了新的高度 然而在台海问题上 特朗普的表态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明确表示 美国不会为台岛承担防卫义务 甚至提出台岛应向美国支付所谓的保护费 这一言论无疑给长期依赖美国支持的台当局泼了一盆冷水 特朗普的这番言论 无疑展示了他作为一名商人的独特视角 在他看来 美台关系更像是一场交易 而非传统的盟友关系 如果台岛不能为美国带来实际的利益 那么美国就没有义务为其提供保护 这种付费服务的理念 彻底颠覆了以往美国对台政策的传统框架 也让外界对特朗普政府未来的台海政策充满了猜测 而副总统候选人万斯的表态 更是给这一话题加了一把火 他直言不讳的指出 美国当前正面临资源匮乏 工业产能不足的困境 军事工业更是无法生产出足够的武器装备 来应对潜在的台海冲突 这一番话不仅揭示了美国军事实力的真实现状 也向全世界宣告了 美国在未来台海问题上 可能采取的更加谨慎和收敛的态度 与过去美国建制派政客 喜欢利用台岛问题消耗 限制中国的做法不同 特朗普及其团队 似乎更倾向于一种更为直接全面的对抗方式 他们希望动员美国的总体战能力 在经济生产力 金融和军事等多个领域 与中国展开直接对决 在这样的战略考量下 台岛作为对抗大陆的棋子地位 也被大幅削弱 甚至变得可有可无 对于特朗普的这一系列表态 台当局虽然表面上仍然表现出 极高的忠诚度和知识态度 但内心的失落与焦虑却难以掩饰 长期以来 台当局一直将美国 视为其最重要的外部支持力量 而特朗普的言论 无疑给这种依赖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未来台当局将如何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 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国际形势变化 无疑将成为倒内关注的焦点 特朗普的表态和行动 不仅改变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方向 也深刻影响了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每一个国家的决策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深想深远 我们不禁要问 在特朗普的新战略下 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 台海局势又将如何演变 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关注 好了 今天的小微新闻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你们的小微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